一樓補一樓 開始播了 今天是先在自己家 各位粉絲團的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車友們來介紹的 當然是KT最近 也還蠻紅的 就是因為這個氣壓式的價錢 打破全台最低價 那在影片一開始 還是要跟同業說聲抱歉 因為KT做這個價錢 六萬八千塊的氣壓 說實在話 台灣沒有人辦法做 可是KT的目的 並不是打壞市場的機制 因為KT一直以來 主要的市場還是在國外 所以我們希望有很多 像類似安裝的細節 或者是一些安裝的技巧 能夠分享跟國外的一些車友 甚至是技師 因為國外的安裝費用 實在是太高太高了 所以我們把東西賣到國外的時候 有很多的車友都是自己來DIY的 那像這些安裝的細節 其實一般避震器可能 國外的車主 有辦法勝任 可是氣壓的話 不只要對底盤了解 那對一些電器的系統 也要有基礎的認識 所以在安裝上 我們就希望藉由影片的一些宣傳 來讓國外或者是更多的一個車友 來了解這套氣壓系統 KT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所以最主要的宗旨 其實不是破壞市場價格的機制 那最主要的還是希望 把KT這套很棒的很好做的一個 氣壓式的避震器 分享給更多的車友 所以我們才會做一個限量100組 那現在大概只有剩下大概50套而已 所以如果有機會 像剛剛早上 美經理又有接到電話 因為車主是已經試乘過了 確定是OK的 那想要做下訂單的動作 但是他年底前想要換車 現在是開Mondel 現在想要換車 所以希望做一個保留 可是目前來說比較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希望 我需要的不是賣這一套避震器去賺錢 需要的是有很多的安裝的影片 很多的照片 可以分享給更多的車友 所以我們只有限量100套 車友們記得要好好把握一下 那今天這台車 是CAMERY的八代 八代的話 它已經是變成進口的車款 底盤是做一個大改款 底盤的話已經變成是TNGA的底盤 那這一位車友去年還是前年 去年吧 也是安裝KT的道路板 知道KT有這個氣壓的一個特價活動之後 大概就已經下訂 那我們昨天就安裝了 昨天安裝好之後 一天安裝完畢 昨天就做一個把它壓力達到最高 達到100PSI 測試了一整晚 所有的系統 所有回錄都正常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做一個氣壓的動態測試影片 來用靜態的方式 來跟大家做解說 如果線上的朋友有問題的話 很歡迎立刻線上做詢問 因為今天鏡頭比較方便帶 如果做動態測試的時候 可能不方便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了解的地方 所以如果有問題 歡迎在線上立刻來做詢問 那這一套系統 有一個Pump 有一個AirTunk 有一個電子是自動的泄水法 避震器的話是一套 那這個是 為什麼這個電線那麼粗 因為這個Pump 在作動的時候 它的耗電量蠻大的 所以需要從正電 電瓶的正極 接一條電線 給這個系統來使用 那這個就是電子法 那這個有一個有線的遙控器 它這個是需要插頭插線的 它這個遙控器的話 可以放在駕駛座容易觸得的地方 就不一定要用手機APP 那如果要用APP來做控制的話 這個是iPhone手機 然後 這一次不是 這個不是在這套618的系統裡面 如果iPhone的也可以 然後安卓的話也都可以 有辦法用APP來控制 然後這個就避震器的 這個避震器不是CAMERIA 這套避震器是我們大概過兩天要出貨的 Artist的避震器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系統的話 它有三段式的記憶 三段的記憶 然後都是獨立可以控制的 這是右前左前 右後左後 然後有三段式的記憶 可以進去系統裡面來做一些 一些像是這個壓力桶 也可以做一個壓力的設定 最高的話是200PSI 那一般沒有設定的話 大概上限是會打到120PSI 它電磁法就會停止打氣了 下降到80的話就開始補氣 好那我們來先來做一下靜態的介紹 像這個的話是屬泥 一樣軟硬可以調整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那CAMERI 8代的話 它是後方車高 需要稍微抬高之後才有辦法來調屬泥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裝好的系統 有需要補光嗎 應該還好啦 喝個水 它陳列的樣子 六萬八 沒辦法 又掛裝潢了 我們就是含一個基礎安裝 會有一個板子 固定在板子上面 那這個空間 CAMERI因為大型房車 所以它這個空間是夠大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放在備材的空間 那有的車這個深度比較淺 或者是沒有空間的話 就需要做一個放置在上面的 這個是除氣筒 然後這個是卸水法 然後這個是Pump 這個電磁法 那這裡的話會有一個 這個算是藍牙接收器 藍牙接收器 這裡有一個電磁法 所以做一個基礎的安裝跟陳列 那有的也是需要 像我們在另外一個地方 昨天有飛魚底盤紀元 我們中序的經銷商 那裡有安裝一台 Mazda 6 2020年的 那一台的話就有做裝潢 裝潢費用大概是 一萬五千塊上下 會按車主的需求 再下去做實際的報價 所以裝潢的費用 會比較 落差會比較大 那這個是大概安裝起來的樣子 那我們來做一下 遙控器 來做一個升降或者是展示 好 這個是手機 手機APP的介面 它跟遙控器的介面是不太一樣 但是功能都是相同的 好然後 然後有很多的店家也會詢問經理 它這個控制的方式 這個就是用前面車高調整 這個就是後面 這個是左前 左後 右前右後 都是獨立可以調整的 那有三段式的機翼 現在的模式是機翼在第一段 這三段的機翼 都是可以去後台去控制的 可以從後台機翼第一段 第二段第三段 然後除系統的壓力也可以做控制 剛剛說下限值是85 80不對 這裡是 這個都可以設定的 這個到85的時候 觸發它就會 Pump就開始打氣 然後藍牙一定要打開 要連接好 因為它是走藍牙的訊號 那現在的 這裡顯示一個88 88的話指的是它現在除系統裡面的壓力 這個57指的是左前方的壓力 56是右前 46的話是左後 45的話是右後 所以都是獨立控制 那我們來鏡頭從側邊來帶好了 你要從這邊 好 那我現在希望是 我想要耍帥一點 我想要把車高降到最低 我按記憶模式2 它就開始下降了 好 它開始下降了 好 這個壓力 來 正常來說 它全部降到最低 是應該要0才對 但前面的話 因為這個輪胎的ET值 它比較小 所以它上方的話 我們把它限制住它 下降的車高 否則會磨到它內規板 這個壓力的話 都是可以設定的 好 那我現在要開始 要把它撐起來 要回復到正常車高的樣子 它會開始充氣 充氣之後 我們來聽聽看它 它Pump打氣的一個頻率 這個都是靜音型的 非常的安靜 好 要升高了 好 它開始抬高了 好 它開始抬高了 好 現在壓力是64了 65 這樣對比到腳 對比到腳 好 太近了 有沒有 這裡是71 好 Pump開始打氣了 我們開始來 因為我現在有這個有麥克風 所以收麥克風 幾乎是不太聽到聲音的 幾乎是聽不太到聲音的 這個Pump超靜音的 然後它現在已經開始打氣了 現在打氣打到83 它打到它的高壓限定值的話 125 Pump的話就開始停止 所以現在我用麥克風去收音 其實是收不到的 因為這個Pump的聲音 非常小聲 如果啊 我們把這個行李箱把它蓋起來 完全是停不到 連麥克風都收不到 好 這個非常靜音 再何況呢 我們有可能上方的話 是會蓋一個行李箱的飾板 所以 如果我們像另外一台試乘車 那蓋起來的話 那個聲音是非常非常小 那這個Pump它在下方 其實也有做一個 減震的系統 這個就像是KT避震器一樣 它會有一個犧牲的效果 所以這個Pump 它打氣的效率 比我之前六年前的系統 一個美國品牌的 它的打氣的效率還要更高 而且聲音還要更小聲 所以這個品質 或者是這些零件的一個KT 其實都已經有過濾過 嚴選過 那KT的避震器 最厲害的氣壓的避震器 其實不是系統的穩定度 這個穩定度的話 大家其實都已經到達了一個水平了 KT比較厲害的地方 是氣壓式避震器的乘坐感覺 可是氣壓式避震器的乘坐感覺 說實在話 經理沒有辦法用言語來表達 讓大家了解 氣壓式避震器的厲害 因為大家的既有觀念 都還是停留在以前 氣壓式的避震器就是很帥 然後能夠降的很低 可是要做激烈操控可能有困難 要做一些下賽事的話 那更不用說了 可是KT避震器的話 氣壓式的絕對有辦法直接下賽道 像經理之前有很多的車友 都是一樣開Golf的 經理之前也是開Golf 我車上裝的就是KT的氣壓式的避震器 我一樣是能夠直接下力保賽事 做出還不錯的一個成績 那也就是說 氣壓式的避震器 KT絕對有能力調教到雲舞 那老王賣瓜實在是沒有說服力 所以KT我們在北區 在中區甚至在KT的工廠 都有氣壓的實裝車可以提供給車友 來試乘 來做一些比較激烈操控也沒有關係 那才有辦法了解到KT避震器比較厲害的地方 所以選擇氣壓式的避震器來吸引各位的 絕對不是六萬八 也許有可能這個影片是 大家可能在兩年三年之後看到了 那價格絕對不是六萬八 所以這個是今天是2020年的10月 我們會把這個活動只有做一百套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千萬要抽個時間來KT來試乘看看 因為這個價錢的話 保證是全台最低價 那至於剛剛一影片開始的 會跟店內說抱歉的話 這個價錢說真的 我們也不曉得能不能把這一百套把它做完 也許有可能系統商會覺得 我們價錢賣得太便宜了 他不提供給我們也有可能 所以記得一定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那氣壓式的下單的一個步驟 就是我先把車稀化好了 這樣比較環保 稍等一下 因為這個是經理好朋友的車子 也要好好愛惜一下 好 那我把車熄火了 所以如果我們有想要 安裝氣壓式的避震器 會建議的流程是第一個 跟KT的小編聯絡 我們來安排試乘 試乘滿意之後 會請車主提供50%的定金 定金的話 讓自乘的話大概是一個月左右 因為氣壓式的避震器有很多的地方 是需要客式化去架工的 所以我們製程就大概一個月 一個月之後交貨了 我們再預約安裝時間 像這一個的經理的朋友 大概是一個月之前預約的 有問題嗎? 有人問歐系車的價格一樣嗎? 歐系車的價錢又更超值的 對 來下個禮拜 下個禮拜 有寶石捷 99KMAN 寶石捷的KMAN 會來安裝 如果經理有空檔 一定會開直播跟車友們來分享 因為這個 寶石捷就是一個男生的夢想 所以下個禮拜 寶石捷一樣是賣6萬8千塊 像之前的 奧迪的Q7 這個也是歐系車吧 這個也是賣6萬8千塊 下個禮拜 下下禮拜 有奧迪A4 B8 那個也是賣6萬8 所以6萬8 對歐系車來說絕對很超時 但是這個 6萬8千塊是含基礎安裝 如果要裝潢就另記 也許有可能 來我們再把鏡頭帶來這裡 也許有可能 一些我們的授權的店家 因為氣壓是安裝便是有很多 需要特別注意的Mega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銷售給很多的據點 這些所認可的據點 都是有豐富安裝氣壓的一個店家 那店家的話 有可能會幫車主 來提升不同的系統 譬如說這個管路 在接的時候 是改成比較漂亮的金屬鋁管 拋光的鋁管 或者是我們在氣囊 下方接的管路 是改成金屬管路之類的 那這些都是衍生出來的費用 甚至是這個澎湖 有的車比較大型 氣囊的壓力比較大 它希望儲氣桶也比較大 或者是這個要加成兩顆 通常是這個會加成兩顆 如果比較大型的車子 那這樣的費用呢 就還要再往上加 所以 6萬8千塊 就像這樣子CAMOLED 基礎安裝 如果Pump要加 大概好像是加7千塊吧 7、8千塊 我不記得了 他們說有含工資嗎 有 6萬8千塊是含施工 含避震器 含定位所有的費用 所以保證 到目前為止 保證是全台最低價 所以我影片一開始 才要跟同業說對不起 還有其他問題嗎 沒有 沒有了 好 那大概今天的一個直播介紹 就是這樣子 所以很歡迎車友們 跟小編來預約來試乘 像這個車友 雖然是經理朋友 可是也都有試乘過 覺得KT的氣壓式的表現不錯 才會預約來做安裝 所以KT的用料都相當的不錯 很歡迎大家來預約試乘 那今天的直播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 掰掰